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简直是太开心了 那我等着你哦 嗯 做什么饭呢 小梦正想着 来了一只大海龟 大海龟说 去大海里去好吃的鱼和被吧 大海龟驮着小梦来到了大海里 海底有一个大贝壳房子 大海龟钻了进去 钻呀钻呀 他们一直往里钻 房子里面有一只大寄居蟹 好吃的鱼和被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给你拿去吧 谢谢 小梦把鱼和被放进了手提袋里 回到沙滩 小熊正等在那里 走 接下来你跟我一起去森林去取好吃的山菜吧 小熊领着小梦走进了森林 小熊冲着森林大声地喊了起来 小林 请把好吃的山菜分给我们一点吧 于是 沉着风 一个山菜男孩飞了出来 男孩坐到树枝上 开始吹起了肥皂泡 肥皂泡里装的全是好吃的山菜 肥皂泡落到了小梦的手上 裂开了 男孩说 你 把山菜拿回去吧 小梦把山菜放到了袋子里 一个又一个肥皂泡飞了过来 够了 这么多山菜足够了 山菜小弟 谢谢你 男孩尝着风 消失在森林深处 接下来 还需要什么呢 接下来有好吃的树果子 要是有好吃的树果子 来做甜品就好了 一只仙鹤飞落下来 仙鹤说 走 跟我一起去取好吃的树果子吧 嗯 仙鹤落到了树林里 那里站着一位大树魔术师 嘿 我一直在等你 现在我来给你变好看的魔术吧 瞧 你看 帽子都是空的 魔术师用手指顶着帽子 一溜溜地转了起来 然后 魔术师就从帽子里面取出了一个 又一个好吃的树果子 放到桌子上 来来来 把它们拿回去吧 小梦把树果子放到了袋子里 这下 材料都收集齐了 谢谢你 魔术师 小梦刚说完谢谢 魔术师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棵大树站在那里 小梦回家了 小梦马上开始做饭 做菜 可是材料太多了 一个人忙不过来呢 当他正担心的时候 来了一位猴子厨师 哈哈 让我来帮你吧 好的 谢谢你 小梦在猴子厨师的帮助下 努力地做了起来 好吃的饭菜终于做好了 爸爸妈妈吃了都开心极了 哇哦 真是太好吃了 实在是太好吃了 宝贝 大海的味道 大山的味道 真是好吃呢 谢谢你 小梦 这是你送给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 不客气 妈妈 您辛苦了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嗨 宝贝们 欢迎来到格子酱 请不吝点赞 宝贝们